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马尔西尼奥他一直被坚持布置在中路的位置 但是在第一阶段的后半程也是成为了前锋 包括在两队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 也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边路的摆脱 毕丁浩直接选择了调门 这条球看到身旁的队友距离自己比较远 但这一下还是赢得了现场生花球迷的贺彩 卡尔德克助跑 直接选择打门 这一下是绕过人墙 但是应该还在马阵可覆盖的范围之内 配合传道远达投球 顶得有点正 再来 球进了 这一下应该还是 准裁判示意越位 好 第一下 琴也凯在给的时候 就已经处在越位的位置 没错 黄西洋任一球直接打 这一下马阵一个侧不把球线挡出了底线 真看上去的力量素质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要知道神花打上岗那场比赛 其实最后时刻杨旭还有小球是完全可以来绝杀的招路给过来 看看汉超 哎呀 俞汉超这一次打门啊 也是没能打正 两个11号刚才的一次对话 场面应该要完成换人了 看 这是 过来看看卡尔德克 没跃位 手键 传 打门 哦 这一下没问题 西里诺的破门 就是在有效的 跟毕金号下场有一定关系啊 应该说 先看这次玩西条再走卡尔德克 哇 又一个 2比0了 没错 上场比分变成2比0 双方的总比分现在是3比3 呃 这个进球是卡尔德克代表重庆队打进的第57个进球 又是无气挡在了余汉超的身前 余汉超转过身来打 哎呦 这一下又是划门而过呀 重庆队防守缝隙还是比较多 联赛是打太达取得的进球 哦 这边又一马平穿了 哎 这穆比亚的犯规 这一下要直红了 放倒了马尔西尼奥 马尔西尼奥是长驱直路要单刀了 卡尔德克跑开交给菲尔兰迪尿 菲尔兰迪尿直接打 哦 这一下打偏了 首发的话效果反倒对吧 上一场还行 哎呦 这个脚踢的 无信撂鞋底了 腿抬起来 对 腿抬起来 嗯 踢到了杨迅 这下 幸亏有狐腿板 脚底直接踹到了狐腿板 直接红牌 向无信发出了场 两队是各吃到一张红牌 看这个跑动 幸亏还能跑 哎呦 秦升也要吃到黄牌 第二张黄牌 第二张黄牌 两黄变一红 秦升刚才也是看到了马尔西尼奥 摆脱了自己的防守 所以拉了一把 先脚 希里诺 给过来 这是一个机会 再敲进去 刘勒的传球 给卡尔德克提前量 给的太大了 助跑 大门 哇 球进了 哦 卡尔德克完成射门之后 感觉自己 气挺神仙 助跑 打 哎呦 这还来了个勺子点球 哈哈 打了个中路 哈 在布拉尼奥斯 打 哎呦 布拉尼奥斯 把球打飞了 马尔德克